从爷爷那里 我知道了山的博爱 坚毅 从爸爸那里 我懂得了水的远远 绵长 努力 奋斗 归来 只为回馈这生活养我的绿水青山 绿水青山 我们永远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马行空的想象 风物辽宁 表之为幻化 即将播出 变化 是宇宙永恒的规则 当然也属于实物 无论微观世界的聚集凝结 还是宏观世界的相遇融合 都演绎着充满想象力的幻化奇观 七月 凋溪古城星城 正处在旅游旺季 老城墙 在迎来送往中 静静注力 不远处 又持续地嘈杂 试图打破这种平静 夏日婚宴 前天人声鼎吠 后厨更已接近费堂 于国民有些紧张 他是宴席的组负责人 十几道菜的组合 几十种食材的口味焦织 都在这张菜单上 于国民不能怠慢 他得拿出绝活来 地瓜淀粉 加入酱油 花椒粉 鸡汁等调料 用温热的高汤化匀 这是生芡 化开另外一些淀粉 这次倒入滚烫的高汤 在热力的作用下 蛋白质分子结构改变 粘度增加 变得沁密崩弹 这是熟芡 一生一熟 一干一熄 两种液体交织成的底壶 顺滑又有延展性 大火蒸至四十分钟后的成片 像琥珀般 成半透明的金黄 这是形成人尽皆知的一种小吃 焖子 小吃登上大宴席 势必要换一番装扮 一片焖子 一片肉 片要尽量薄 味道才能流得快 融得透 再蒸三十分钟 出锅后 迅速扣盘 焖子蒸肉 淀粉和蛋白质 携手摇身一变 夹带着厨师的想象力 整整齐齐 骂进了盘中 吃饭啊 好 吃饭啊 好 吃饭啊 总工去枝嘎作响 见证着大豆转化后的新生 干豆腐 干爽细腻 张张分明 大豆从固体到液体 再到固体的转化中 香味早已被压实在 一毫米剂量的柔韧薄片里 干豆 为香而不放肆 不抢不夺 低调而宽容的属性 让它在辽菜的烹饪中 用之甚广 咱家老太市辽宁省 所以我去产小工师生 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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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生生 做和付出的时间 海参 墨鱼 虾 再高级的食材 到这儿也只能唱配角 主角 是七颗普通的鸡蛋 口大底小的铁锅 旺火烧热 内壁刷油 与此同时 将配套的锅盖 放入火中加温 直到烧红 蛋香受热 即将凝结时 将烧红的铁盖 悬在锅的上方 好烧烧 蛋香在上烤下烘的 热力作用下 凸起 上拔 变得轩松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铁盖的重量超过了二十斤 一人无法操作 两人的配合 必须根据蛋羹的些微变化 调整铁盖的位置 和接触市场 铁锅烤蛋 上世纪中叶 这道菜由辽菜大师 王府亭 在辽宁改良推广 深受好评 早年间 食材品类并不丰富 让普通食材脱胎换骨 幻化蜕变 是厨师的创意和技术 当风 有了一丝凉意 秋天便近了 腾腾热锅中煮的 是当年猪的猪皮 于秋季上市 厨师郑友宾 将猪皮煮至打卷 遍去浮油 降低肥干感 我是四传八中人 十六岁来沈阳 去大地儿学的就是鸟菜 那时候我们刚吃的时候 我们还是小孩 师父跟我们一块 让我们尝尝 说我们是南方来的 没尝过 师父说 跟我叫外号叫川 说川你尝尝 这个东北的特产 自制皮动 我一尝 软软的 糯糯的 胶着还有筋道劲 肉皮能熬成这个 但是我们都没想到的事情 掌握了胶原蛋白 吸出和凝结的秘密 川娃子郑友宾 如今已经成了 东北皮动 最好的制作者之一 高频率晃刀切 锯齿状的洁面 使家去不会打滑 不带皮的轻动 晶莹清爽 带皮的浑动 弹软胃厚 猪爪也是做洞的上品 辽宁人喜欢吃猪爪 其中的寓意 土话叫有抓脑 就是有收获的意思 这无疑是对秋季 最好的期望 秋冬低温 是辽宁天然具有 制作洞类的优势 厨师刘勇 敬于一道朝鲜族特色的洞 等等 你以为这是一杯咖啡吗 不 但微苦的口感 却跟咖啡相似 如果知道 它原本还要苦上十倍 你还会把它和美味 连在一起吗 苦涩到美味 废料到家瘾 转化的灵感 从何而来 普通食材 传统小吃 又沉浸了制作者 怎样的时光 丰富燎年 燎之味 幻化 正在播出 苦味和美味 神奇地相融在这道洞里 原料 是这种外形可爱的果实 巷子 秋天成熟 富含营养 在我国分布广 产量大 但 却有着致命的缺陷 非常非常苦 老一辈子不行啊 饿啊怎么办呢 也得去吃 但最起码它是属于一种 像一种粮食的作物 北方的巷子 比南方的更苦 这来自更高含量的丹宁 在食物匮乏的年代 产量大 却不能吃 这是令人遗憾的困境 辽宁的朝鲜族人民 想方设法 要走出去 淘宁之后把水倒掉 在地上小了点 又淘宁了很多遍 感觉这个味儿下来了 刘勇将五份水和一份巷子粉 混合加热 随着温度的升高 浆液变浓 颜色变深 一个个大炮 伤腐爆裂 像要发出 蜕变前激动的呐喊 等到浓浆呈现 富有光泽的焦糖色时 只需常温放置四小时 其中的淀粉 自然凝结成冻 巷子冻切片后 拌入蔬菜 以及朝鲜族 酸甜辣口味的调料 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 残留的苦味 继续得到削减 从不能吃 到能吃 再到好吃 人们所做的一切努力 都源于对自然的珍惜和敬重 这样的灵感 或许就来自秋季 低下头来 向孕育供养她的土地 挽腰致敬的一株株稻子 在沈阳城繁华地带的一个餐厅里 致敬意味 也随处可见 吃饭吃进博物馆 这是精英者的天马行风 大米脱壳 第一次脱去坚硬表皮 成为糙米 再脱一次 就变成日常做饭用的精米 然而 就是这第二次脱壳 脱去的 却是最负营养的皮层和胚芽 通常他们会被舍弃 这间餐厅 则变废为宝 将这部分组织保留 磨细 成为雪白的敷粉 敷粉放入油锅 不停翻拌 一定比例的开水 加入几颗石花生体香 用蜂蜜 调出淡淡的甜味 再交大成醇香的脆汁 在辽宁 当人们将难以下咽的苦涩 转化成美味 将不起眼的废料 变成佳咽 你便会知道 他们在贫瘠与困苦的千钩万合中 生发出的生存智慧 气温继续下降 北方的球含蓄而匆忙 粮食的丰收 却见证了时间经过 这里是盛产粗粮的辽宁朝阳 人们想着法 要把粗糙的东西做得精细 于是便有了这道传统面食 割豆子 小米面 白面 豆面 玉米面 按比例相掺 深色的面 最为特别 粗粮面团一散 早年间 用来增加精性的白面 又少又贵 人们再一次取材自然 富含胶质的鱼 鱼树皮 抹粉掺入 便能让面团成形 面团通过割豆板 进入滚水 板眼背面保留的一段凸起 很关键 它能在面团断裂的瞬间 起支撑作用 使面条长而连贯 咸菜豆腐卤 肉末茄丁卤 韭菜鸡蛋卤 不同的焦头 又变换出 截然不同的口味 这个困难时期啊 人们比较粗粮起做 增加这个面的筋性 朝阳电视台的一期美食节目 正在拍摄中 民俗学者魏德广老师 是他们的顾问 像花手 朝阳本地的传统美食 一直是魏老师的研究重点 六十多年的味觉记忆 被他写进了散文 写进了诗 有些东西唤起了 儿时那种 味蕾当中的那种 微弱的那种感觉 过去都吹着那木头咕的车子 非常有味 他一走来 直响直响直哟直哟的 那个吆喝声也非常有意思 听见那个声音 肚子里就鼓鼓直叫 然后把这些记忆都写出来 外人永远无法想象 一个饥饿的孩子 内心对美味燃烧着多大的热情 孩子如今已静古期 热情伴着岁月 有增无减 时间已是深多 早上六点多 魏老师就已经赶到了 离家百公里外的咖左线 他得到献报 就在这个农贸批发市场里 有人买的传统小吃非常地道 不过他只在早晨出探 小吃可被抓紧 这是卖馒头的 对 你那个卖馒头的在哪呢 卖馒头的 是美国 他在大厂堡 你从这个地方去吃 他们说的是你 我已经找着你了 怎么说的呢 我幸好 你看这个 是吗 魏老师找的这种食物 叫碗坨 原料是荞麦 在朝阳当地沉量很大 成品碗坨 爽滑弹软 可以切条 再加陈醋蒜泥凉拌 也可以摊进一个鸡蛋 用油煎熟 碗坨里夹上蒜泥或者芝麻酱 就是下地干活的人们 方便有预贴的午餐 乔麦摆摆脱了主食单调的宿命 做法和味道 花样叠出 魏老师急于知道 这背后的故事细节 上午九点多 陶师傅的丈夫 在为明天买的碗坨货面 碗坨金性主要的来源 是持续五十分钟之久的手揉 人的双手能唤醒食物的灵性 机器做不到 面油好后加入盐水 水吃进去再加直到成为壶状 当地人称为炸 五十分钟手揉 七十分钟蒸制 每十五分钟要开锅一次 这个动作叫搅锅 防止沉淀导致的口感不匀 接下来是八小时的冷却 每天夫妇俩固定做二十五斤面 不多不少出二百四十个碗坨 这些数字就是他们二十八年的时光 又能切丝吃 又能切片吃 又能拌着吃 猪家讲的是什么 这是讲一个赞 就是说是你想要上卡朵来 不吃碗坨有点对不起人 特好吃了 卡索农民高颜云的巧手 远近闻名 不用写 不用描 连画带字的碗坨窗花 使它发给客人们的邀请函 贴上窗花 年变近了 二百三十公里以外的盘景 也有人在为年的到来 忙碌着 丁层已惊动得超过二十里以后 和信养殖户张海涛家的越东坑里 有上千斤螃蟹 等待春节期间上市 他们能否顺利度过这个冬天 是海涛最牵挖的事 工具的改良显然让海涛轻松了不少 穿线器把线带到池塘另一端 往防好后 平防入水 再往回拽 螃蟹就捞上来了 这些螃蟹活力不错 海涛放心了 厨房则是女人的天下 海涛的妻子将螃蟹的嘴和腮捡去 刮出蟹黄 他要做的菜叫螃蟹豆腐 叫是这么叫 跟豆腐却没关系 是纯纯的螃蟹做成的 它得捡上三十个螃蟹 才能出一份 屁那么好吃吗 就是有点费工夫 螃蟹豆腐 是潘景人专门针对 一两以下 拆解不变的小螃蟹 想出了制作方法 减轻的螃蟹 用石橱捣碎 加水滴去渣子 成为蟹肉汁 慢慢倒在汤里 蟹肉组织膨胀成风锅状 锅中一片菊粉时 螃蟹豆腐就含有带汁 水淋淋的出锅了 蟹黄加蛋黄搅匀 上锅蒸熟 这也是螃蟹豆腐的一种 螃蟹豆腐 鲜香并利 轻盈细腻 红彤彤的透出人们的好日子 放眼辽宁 不论贫瘠于否 不管丰富或者单调 甚至是从不可能到可能 从无到有 人们创造力手的工具 也借力自然的宽阔 用想象力改变食物本身样貌的同时 也丰富了自己的生活途径 有些人研究中国的神话 实际上是 就是说中国人表现了一种 不屈服的抗生精神 如鱼公鱼山 金威天海 通过努力改变自己那种单调的生活 让它变得丰富起来 一种抗生精神 一种对生活的乐观的态度 变化是宇宙永恒的规则 当然也属于食物和人 走过眼下 金秋与寒冬 辽宁人带着对自然的深沉情感 将一个个灵感化尽食物 也埋进泥土 等待着春天的来临